本地歌手黃明志 一直音樂參賽 站著華麗隊員黃明志 一到機場立刻被警方給逮捕 自由的靈魂 自由的人 自由的創作 自由的批判 一個馬來西亞的歌手 在亞洲各個地方做到這件事情 是我覺得很神奇的事情吧 黃明志這個歌手 他身上居然有這麼多 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被禁的歌曲 就是因為在茶灣這麼自由的土地上 才有可能搬這場演唱會 他想要去做一個這樣的主題 他覺得這是一個 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致敬 用我一般大眾 覺得好像好玩的方式 來接近一個嚴肅的題目 其實網路上都會有說什麼 大馬的朵仔之類的 然後就說哇 也有人在寫這種社會批判的這一種 第一印象覺得這個人蠻充的 因為他不只是在歌裡講 而且他是蠻身體力型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哇 這個很酷 黃明志為期四天的扣留期 在今天屆滿 警方今早再度將黃明志帶上 小知識推示廷申請延長扣留 我覺得我被侮辱 因為我只是一個創作人 請問我殺人放火了嗎 我是重心犯人 就是你在裡面是完全是沒有自由 如果做錯了什麼 你要叫自由 用你們好好保護你們的權力 你們的言論自由 你們的出版自由 你們的創作自由 當孩子一而再而三發生的時候 我們才慢慢了解說 哦 原來我們人民會有發言權 他是我遇過最勇敢和最堅強的 他可能把這個事業上很多的事情 都放在他自己的生命的前面 我通常會發脾氣或者是暴露去不公 在對抗或不公不義 面對種種殘酷的現實過後 還能夠勇敢地繼續忠於自我的創作 對我來說這樣的登台才有意義